如果贏了歐國就好笑 大巴大巴刮下去 刮下去在香港捉獎 但沒用的 沒意思是不會聽 因為人家照樣的錢 我昨天也說過鳳凰計劃去到不知哪 很想知道鳳凰計劃幾億的錢去了哪 今天還有一則新聞是說什麼 都是有關這些體育的 不知道呢 他說有一個暴躁的世界賽 香港其中有一隊人 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 他們有一個團隊玩暴躁 什麼暴躁呢 大家平常看到一些軍樂團 有些人在前面操兵 後面有些人在吹喇叭 打鼓 會有一點表演 不知道是什麼暴躁世界賽 香港有一個團隊平常是民間自己組織 不是一些商業 也不是政府協助 就是自己組織 自己搞了一隊團隊 有時候會幫助一些公司 或是想要表演 他們會去做一些商務表演 推出表演 平常是靠自己練習 今天有一個世界賽 邀請他參加 要不要一起比賽 看看自己的實力去到哪裡 交流一下 於是他們就立即報名參加 全部是自費 政府當然沒有資助 全部是機票 酒店吃宿 這些都算了 他們自己覺得有意思 即是覺得慶賽也無所謂 他們在香港要場地練習 他們怎樣呢 他們就試過租場 租什麼場練呢 租籃球場 街場 當然要大一點 他們租籃球場 訂一個籃球場 當然來到 那些看奸 那些看民主 就罵他們 說你們不適合 你們訂了場又怎樣 你們不是踢球 根本就不可以打籃球 他們說你們不可以打籃球場 然後他們說話很難聽 什麼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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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說話 什麼鬼事 影響到他工作 總之不行 就趕他走 他們說 其實他們很自律 有時候沒有訂場 就算在那裡練 人家來踢球 就立即讓場給他 佔用空間 他說為什麼步操一定要訂 籃球場 不找什麼球棋 什麼地方 練 因為步操 你也會說 難道在家裡 這麼小 怎麼走 你要走走 除非在原地踏步 站在那裡 原地踏步 練得不好 一定是人家步操 你看到軍事演練 都是走勁 要有持久性 要走走 看著人家的姿勢 漂亮不漂亮 有一個空曠環境 一看 這個人掉了 或者怎樣 你才看得出 需要一個場地 那你就 籃球場 你還說什麼空地 香港還有哪裏 還有空地 叮噹 什麼 中間有個空地 給你去玩 香港的建築 空地 說給你 惡個瘋狗 你一進去 什麼 什麼事啊 人家圍鬼 你以為 叮噹 放幾條水管 你喜歡可以進去玩 沒有這支歌仔唱 香港 傻豬 一進去馬上放狗咬你 不是開玩笑 香港的建築 專養那些瘋狗 你們不知道 哎呀 豈有此 你走走走走走 建築場地 通常圍欄裡 就養幾隻狗 一走走走就廢 那些瘋狗 有時候很害怕它沒有 那些狗衝出來 我試了被狗追 就是被這類瘋狗衝出來 說真的 空白的一瓶 香港哪裏有空白的一瓶 空白的一瓶 立刻拿去建築 空白的一瓶 好 有機會了吧 好漂亮 抽筋 什麼 天橋底也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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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馬路 難道 除非你買馬路鏈 被車撞 就是這樣 我想他們的態度是這樣的 對 對 就是 就是 天橋底也不給 阻礙路 香港什麼都要預訂 對嗎 還有那些管理很煩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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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說什麼人的壞話 或者怎樣 總之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就是怕 就是 他們是 可能上頭要他們怎麼做 他們的職責就是這樣 不給你 很多時候那些規矩 神經病 神經病 那些 就是這樣 我訂了一個籃球場 你管我做什麼 一定要打籃球 我用來跑步就跑步 我訂了 沒有人訂 我是訂 的 訂了又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對吧 我也想到一個辦法 就是你把籃球放在這裡 照步操 當然是說 什麼 那就是打籃球 不過我們的籃球制度不同 現在在打 埃及式的籃球 你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玩 你看到籃球在這裡 我一直 一開始拍一兩下 你看到嗎 休息時候 射一兩球 我在步操加入籃球 一邊拍著籃球 一邊暴躁 一邊暴躁 我們是啦啦隊 幫別人幫這隊籃球隊打氣 不行 然後有一個人在射球 在打籃球 幫他打氣 不行 現在就打籃球 這樣就搞定 把這個妙計給這個團隊 一個人在這裡 就是找我妹妹在這裡拍球 其餘就是照樣練習暴躁 這樣就搞定 沒有咬你不進 我是在打籃球 怎樣 我拍片 你喜歡 你就告給上司聽 好啊好啊 看看誰 這個 NBA也有些女孩子 中場那邊打氣 跳舞 當然有些公仔 彈來彈去 穿那些紅隱衣 什麼鬼 吉祥物跳來跳去 你不是說 我就是那些 你有沒有看NBA 有看啊 看啊 看啊 說中場休息 就是這樣 啊 咳咳 比賽結果如何 還沒比賽 人家正在練習 什麼比賽結果如何 人家說 現在練習也有困難 上去比賽也困難 怎麼比賽還沒預約才知道 啊 神通 眼光鏡 看到 他已經贏了 還是怎樣 好 來吧 有沒有機會啊 KING KONG 差一點 啊 差一點 對 除非你預約紅隱體育館 演唱會那些 給你練 不過聽人說 很難預約的 我也想預約 我有機會 我也想預約紅館 我就預約紅館 你們一起來 好啊 不是那麼容易 又是問你 又是諸多要求 香港什麼都要預約都很辛苦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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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要預約 很麻煩啊 美國那些 哦 你想做什麼 你有錢啊 合乎 即是美國有時候 傀儡這些事情 就比較好 不會多多要求 什麼 你要做什麼 你管人 我說我可以 我預約紅館 我說什麼 民喻活動 寫這些 Amusement Party Entertainment 那我就說 我OK 他說什麼時候 沒有人 這個什麼 預約衣服 會場 我預約了 他說怎樣 你要做什麼 我就說 我就照寫 打遊戲 PVGame 然後他就說 我OK 他說好 多少錢 多少百萬美金 我給你預約多少 然後就 慘了 然後就說 幾月幾日沒有人預約 你預約吧 可能鬼佬就是這麼困難 香港人有填表 又欠崩頭 你知不知道 紅館很難預約 那些歌星都說 什麼不容易預約 為什麼黎明之前 在不知道哪裡 搞演唱會 就說什麼 紅館很難預約 他之前要預約 什麼 海邊那裡搞 就是這樣 好 哇 阿波很漂亮 有說讀書上課 都要預約 上課 預約什麼 你在課室 預約老師 我們要求陳Sir來教 我們 沒有 香港讀書可以預約 就好了 我選這個老師 不選這些 就是電腦 就是教作文 那些改作文 永遠一定要逼你 用什麼套路 沒有 香港讀書才不能預約 田鴨式 是有預約的 就不叫田鴨式 是吧 大哥 有得讓你自己 自選 還怎麼叫田鴨 對嗎 對 對 先 又說是預約自修室 自修室 對 自修室也是很 缺乏我都不喜歡去自修室 你們預約他 我從來不在自修室 中吵 見到其他人玩來玩去 聊天 或者見到 讀書 自己專心 看別人 說真的 老師不想選我 因為我的指力比他高 他就馬上 即是 即是 他爭論 學生比我更厲害 眼面何全 他當然 老師當然害怕 一定爭論 一定爭論 我一會兒問他問題 他回答不了 諾貝爾救命獎 特主問他 怎麼敢回答 對不對 看看 看看 還有一則新聞說什麼呢 這則新聞說 神經病 大陸 大陸 話說有些人想買一個舖 買一個舖 很正常 買一個舖 二百零萬 二百零萬 二百零萬的一個地舖 一個商舖 大陸 他業主說會包租約 什麼 包十年 大陸是這樣的 香港不是 香港買一個舖 你可能買了一個什麼東西 人們說是新時代廣場 你買了那個舖 就糟糕了 因為沒有人去 自然就沒有人肯租 人流不旺 大陸不是 大陸經常買商舖 直接會連租約 二百零萬的這個商舖 地舖 他連租約 就說 十年回本 他說會幫你租 肯定幫你包租 他說十年內 就會 什麼回本 他說可以二百多萬 然後 他就開始賺錢 十年之後 他心想 挺划算 那就好 買吧 一買 買完之後就沒有理會 一開始就看圖質 他還沒建好 他就看完 試試 正正正 OK 看完之後 對 有些兄弟 有看過新聞 他說 去到驗收 驗樓那天 看到門 超窄 窄得瘋 窄得瘋 就是那個人 要打側身 才能走進去 肥一點的人 有個大肚腩 就算打側身 也不能進去 這條人馬上火起 一邊的尺寸 就是正常 裡面的尺寸 正常 但是門口很迫 就被兩棟大廈中間 不知如何夾 好像三文字一樣 夾進去 就在一個很窄的行李 其實就是把冷行李 改造成 雙壺 然後賣出去賺錢 但是他的租約仍然有效 他就是這樣說 他說 我是會包租的 他說 我照樣會賺錢給你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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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人一看 就覺得火 神經病 我給二百多萬 買了一個這麼低能的店 立刻強火 就決定不收 根據國家的條例 國家條例 就說門 一定要1.4米 就是那個闊度 這個這麼大 肯定沒有1.4米 一米都沒有 但是那個報紙寫很奇怪 即是他吵架 即是報紙又報 報完之後 發展商就說 我們這個樓 他就說 經過什麼專業研修 還是什麼 他說什麼 是合乎國家標準 他就這樣說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說 他就這樣 搞辯 類似這樣 但剛剛我都說了 國家標準 就是1.4米 我不知道他要找專業研修 是什麼意思 現在就是 他也在懷疑 他也不肯定 那些 他這麼實下實恥 可以租出去 他就說 因為門口這麼小 你的客人都不會上來 除非這個低能的 才會租這間店 但是那個發展商就是這樣 他說包租 那些發展商 那些發展商 可能是被一兩期租 然後租不到了 怎樣怎樣怎樣 他賴皮的話 你也咬不進 對啊 找不到嘛 大哥 我不知道 但是 就是神經病 總而言之 就是這個人 是瘋瘋的 那些 那些房子和劏房差不多 因為新時代廣場 北角那個 那些人經常說 什麼拍新化壽司 陳小春那套戲 那套 就是什麼 現在變成怎樣 新時代廣場 現在還有沒有店鋪 我起碼上一次去都不知道 有什麼六、七年前 都只剩下一些 整紙鋪很少 現在兩間 進去都已經覺得 不太好 不太舒服 即是 你會覺得 空洋洋洋 就是 燈光又 暗暗的 你會有一種 很不自在的感覺 不光纖 你會覺得 好像真的不太好 陰氣很重 即是 兜了一會 我都馬上離開 還有沒有去過新時代廣場 有沒有人在北角有去看過 新時代廣場 就是在斜坡那裡 那條叫什麼斜坡 不知道 寶馬山斜坡 你上去那裡 你會看到 就是寫著新時代廣場 有一個什麼 新時代廣場 有二樓就是英文招牌 一樓就是地下 寫著新時代廣場 一開始聽到 美國時代廣場 還叫新的 很厲害 結果就變成這樣 有嗎? 只是去過元朗 元朗也有一個新時代廣場 多不多人走 元朗那個 我不知道 我沒去過 好 哎呀 可惜 還有城市花園廣場 北角也有很多商場 沒有人走 以前還有城市花園廣場 也有很多 有很多店 有些賣遊戲 或者什麼 有些賣任天堂遊戲 我記得是 也不是很多店 有店 最少有人走 有商店 等等 但現在好像是沒有 整個關門 還是怎樣 北角很多 黃刀 很多什麼刀 國刀 以前有很多商場 國刀也是翻新過 現在才有漂亮很多 以前也是 有很多 這些 北角有一個叫什麼 英王道商場 還是什麼 英王商場 你有沒有落在地上 那個 真的 極度 你看下去 燈光更加分暗 還怎樣 以前 幾十年前 還有一間 機舖 那天 有去過 那天 那個英王商場 看下去 會比較恐怖 如果一般人 你們走過去 就不敢走 但我小時候去過 我就不怕 你有沒有去過 看過 好 我認識 拿不到球 因為柏麗還很旺 對 柏麗以前也很旺 很多人 賣 賣 遊戲 賣 賣 零宗 漫畫 那些拍例 拍例一定會去 那些拍例 很多人 現在不是少了賣遊戲 好像只剩下兩間 我記得有一間開了十多二十年 兩間都開了十多二十年 有一人好像吳建豪還是朱孝天 有個老闆長頭髮 像吳建豪還是朱孝天 像F4 在走廊開 另一間就有玻璃門進去 也開了一間阿叔 也開了很多年 以前整個街道都是 整個商場至少有六間店舖 都是賣這些 賣遊戲機 一、兩間漫畫店 還有一、兩間店舖 零食 拌麵 還有什麼? 涼麵 差不多 再很久之前還有一位阿婆開機舖 兒童機舖小朋友進去 我也有玩過 我有印象在那裡 在柏里 開了一會 之後阿婆還怕你 有一次她說 你會不會玩的 不會玩的 你會浪費錢 我便笑而不語 說放心 打爆機都還可以 然後就在那裡玩玩玩玩玩 我當然有玩過打恐龍 還有 有一款遊戲 有三個人 有一個黑鬼 有一個鬼佬和一個女人 一邊走一邊 會有一些橫向動作遊戲 然後打恐龍 有印象 一開始不知道有一個人 第一關 大佬就瘋了 拿雙刀 不斷砍恐龍 砍到整個畫面 都是血 還是怎樣的 最後一關 打了一個人 拿一輛車 撞你 很難玩 好 所以柏里也有很多東西 不過有很多這些 小商場 但又不是每一間 都那麼旺 有些已經變成極少人去 對嗎 可惜 什麼阿婆 阿婆 阿婆什麼 阿婆什麼動作力很高 神經病 愚蠢 她是掉眼鏡 一條 她擔心我什麼 擔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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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我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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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不過二百多萬買到的舖位 說真的 也算便宜 在香港二百多萬買的舖位 你一做夢 香港什麼 銅鑼灣一個舖位 在說什麼 月租 已經說幾百萬 你想幾百萬買 幾百萬買 買房子也難了 對吧 雖然說這個單位是有問題的 大陸這個單位的門口小 但也算是有個位置 買來自己住 都可以 不過大陸的屋普遍更大 住也不可以住這些 可能百多萬也有好的房子 都可以舒舒服服 都比香港大 對吧 香港不可能 死仔 總之就是這樣 這則新聞就是這樣說 還有一則新聞說 最近有一個 我平時經常說 蛇精男 大陸最近多了一個 新的網紅 網路紅人 叫什麼 余精女 叫什麼 桃花寶寶 好像叫什麼 桃花寶寶 李美人 如果沒有記錯 他的綺號就是這樣 他的藝名叫桃花寶寶 李美人 他也是會認自己整容 他會出一些帖子說自己整容 但是報紙就寫了他 某些角度看都漂亮的 但有些角度看都很奇怪 說什麼額頭突出 還有下巴也是很尖 尖 嚇死人 那些東西 然後他經常貼自己的性感照 胸 他自己有認整容 他說什麼 已經整容上癮還是怎樣 總之一個月要整一次 他說可能被那些組織 已經壞死了 他就這樣說 但是還是要繼續整容 才能安樂 還是怎樣 繼續整容 但是他沒有蛇精男 那麼多人討厭他 有些人會關心他 他說什麼鬼是別再整容 doct你古的 怎麼鬼東西 寶寶 對身體有害 不如要整容這麼多 類似的 會關心他的 他不會整天聊過 撩2000 他也會說 他不會在罵別人 他不會說蛇精男有時跟阿開拖 或說什麼垃圾狗 垃圾狗 你們這些垃圾狗 桃花寶寶李美人 沒有跟阿鬧 但我有一個好奇之處 他們兩個人都叫什麼寶寶 他們都很流行叫什麼寶寶 這個魚精女是別人幫他改 還是怎樣 蛇精男一開始都不知道自己已經叫自己蛇精男 好像是別人叫 這個就是別人叫他什麼 魚精女 就好像那些怪魚 你搜尋就會找到魚精女 就自然找到那些很醜 不知道是蛙蛙魚還是什麼 有樣子很醜 一坨肉很醜 那不知為什麼 不知為什麼你這麼喜歡叫寶寶 你會不會叫自己什麼寶寶爆爆 蛤 有些人說很難撐 叫自己什麼寶寶 不知道 但可能有一類別的人 就很喜歡叫自己什麼寶寶 不知道 還是大陸兄 那樣 香港人通常叫什麼仔 什麼仔 他們通常都是這樣 家裡仔 什麼仔 然後他們又叫自己什麼 寶寶 會不會是這樣 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那些什麼 我告訴你 那些整容知識 我告訴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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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酸 那些 那是 哪些 鼻子打到額頭 即是想哪些位置要膨脹 有多點肉 那你就打這些玻尿酸 通常你刺下去 現在你的鼻子不太高 你打下去 那些玻尿酸就當你本身是液體 刺下去就會變硬 變硬就會墊高了你的鼻子 你的鼻子就會變高了 裡面有些東西因為那些玻尿酸變硬 這個鼻子就變高了 但是這些是甚麼酸 你就知道會被人體吸收 會慢慢排出去 所以那些人要維持著一個月一個月 就是要維持著打針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會維持上癮 因為過一個月他就打回原形 因為那些玻尿酸都吸收了 鼻子就會撻下來 然後他就要再打針 就要維持著打 打打打 所以就自然有些人經常說會維持上癮 就是這樣 而且整容很賺錢 維持著這樣賺 每一次 很簡單 打一次針就賺錢 就是這樣 你又會泥足深陷 永遠就不停地維持著 還有一些我聽說割眼皮 有些人說是傷口會維持的 雙眼皮有些人說是開眼頭 有些人說是你眼睛 有些人嫌自己眼睛小 就想割眼睛 為什麼割眼皮呢 因為你平時是眼皮遮住眼球 你那一輩子 覺得自己是胸豬眼 這樣割走一點 多一點眼球露出來 眼睛就更大 精靈一點 但我聽說這些也要維持著弄 為什麼呢 就像你釘耳孔那些 會埋口的 就是你割完 你開了 不知道是眼頭還是眼尾 總之就是慢慢會生 結果又沒有維持 結果就是結論 又是要定期來維持 就是要維持著割割割割割割 所以就是為什麼後來 你上得山多中御虎 你皮膚的割這麼多次都會受傷 二來就是是不是每次手術都成功 那你割割一下又一次糟糕了 咦 這樣就很糟糕了 因為風險很高 所以為什麼你會看到有些人 就整整整整整整 樣子不同了 或者什麼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但是... 啊 這次不去 這次不去 這次不去